我罗翔老师作为70年代生人 有没有想过过自己童年的一些景象 这个累了就去拧个水龙头 就拧开就喝 我们小时候有听什么厉害 说鱼摸鸭 那时候生态黄的也比较好 我拿根树枝放到池塘 就能够钓出一只王八来 用树枝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玩了 对 他就咬了 他就咬到树枝 他比较蠢真的 那个时候他现在没带的朋友 你自己跳进去 现在王八也变聪明了 对对 你自己跳进去他都不咬 所以真很有趣 小时候也做过很多这种东西 现在可能都放垮了 我做了天牛 做了麻雀 挺有意思的 我小时候就去树山摘果子 偷偷地跑过去 跟很多小朋友后来被抓了 大人说你知道这是哪吗 我说不安局 他说公安局的头你也敢来偷 我说这也没人要 我小时候这个 还去别人家这个商势 就去摘商业了 家里面这样唱了 然后就找了去商业 商业说那商势还挺高的 但是我爬那个时候就摘商业了 结果有个老头 他直接就朝这些小朋友身上泼分 已经被泼到了 对啊 就直接泼分 这个就是觉得你现在想起来 你也觉得虽然好笑 但是你又觉得挺坏的 这何必呢 这不就是几片叶子吗 这要把小朋友泼下来 要摔着了这种的 这到底谁的责任 就是你一进入到那个场景 你就回忆到小哥去做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但是很多有趣的事情 它其实也不是 就不是一种在规则方面内的事情 还挺野的 没有想到你小时候已经都不安全 多久之后出来的 那个时候很小 不复行 小朋友这是公安局懂吗 不仅公安局的果不能摘 哪个地方的果都不能摘 更何况连公安局的果 你都敢吗 讨厌之后知道了吗 这都不记得了 完全不记得了 因为当时公安局那院子人家好多数 我们去公安局捉那个天流 逮着那两个脚抽出来 对吧 现在发现 现在学了法律 才发现那种天流居然都是保护动物 这都不能随便搞的